国内疫情持续趋缓 不仅户外口罩力松绑 10号开始 医院探病规定也都跟着放宽了 除了有相关症状者 自主防疫或者是 自主健康管理期间民众 探病必须持快塞 阴性证明之外 其他都不用再出事了 不过还是有不少民众 在进入医院之前呢 还是自主快塞 要保护自己和家人 你有这个COVID-19相关症状 你有症状 第二个就是你在自主防疫期间 或者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 除了这三个情形之外 那就不用再做快塞 国内新冠疫情持续趋缓 防疫措施也跟着放宽 除了12月1号期 戒除户外全程佩戴口罩的精灵外 12月10号期 医院探病规定也松绑 只要不是相关症状者 自主防疫或是自主健康管理期间的民众 都可以大方直接进入医院 探视病友 不必再持当天快塞 隐性的证明通行 但不少民众仍抱有疑虑 选择自主筛检 保护自己和家人 要快塞的话也是 有人会偷偷的进去 他现在放宽的话 也是多多少少会担心 我还是一样会快塞 戴口罩快塞 这一定要做的 为了自己也好 不要害人了 在民众看来 不论是过去强制规定 或是现行松绑措施 都是防君子 不防小人的做法 因为如此 在户外空间可以观察到 民众戴口罩的自主性还是很高 所以指挥中心也宣布了 即将到来的 耶旦跨年等大型活动 维持现行免戴口罩原则 不会采取加研措施 还是三个原则 如果你有症状 或者是你到人潮拥挤的地方 没有办法保持这个社交距离 或者是这个场所 他虽然在室外 在通风不是很好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建议还是要戴上口罩 户外免戴口罩的原则下 民众还是要依所在地的情况 斟酌佩戴口罩 以健康安全为首要 才能开心度过年末欢乐时光 近期下大会台东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